一个女人变得不幸 一定是从过度心疼男人 放弃自己的需求开始的 比如你明明不喜欢她抽烟 结果她说 哎呀我最近业绩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才抽的 然后你看到她大冷天的 在外面哆哆嗦嗦的抽烟 你就心软的让她回家抽 比如再说啊 你让她和你一起做家务 她说自己上班累的不行了 歇会儿再做 你就开始心疼了 觉得她真的很累 然后呢 这个家就变成了 你每天又得上班又得带孩子 还得做家务 还有明明就是她出轨了 她犯错误了 结果她一跟你下跪 一道歉 你就心疼了 开始觉得 自己是不是逼得太狠了 太不计人情了 于是翻篇立刻原谅她了 可是你会发现 你的大度的原谅 换不来她的回头 她反而开始更肆无忌惮 所以我想跟你们说爱老公 没错 但是过度的心软 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的退让 这就不是爱 而是讨好银河 和亲见自己 她不仅不会觉得 这样的你很好 更不会感动和珍惜 这样的你 而她只会觉得 你反正底线这么低 我怎么对你都可以 我怎么对你都不仅不会感动和珍惜 我怎么对你都不仅不会感动和珍惜 你都不仅不会感动和珍惜